全面剖析你不知道的小黑蚊 这个俗称小黑蚊的台湾假猛 真的不是蚊子 体型更只有一个芝麻切一半的大小 一旦被冰咬 轻则冰敷擦药来止养 种则严重过敏送医治疗 因此请做好个人保护 出门长寿长库 因为小黑蚊的口气相当短 隔着衣服就无法享用大家的热血咯 还有要随时毒抹防蚊液 让小黑蚊收不到美味的信号哦 最后由于青苔与藻类是小黑蚊资生员 所以社区民众有空记得替周遭环境细刷刷吧 尽造远离小黑蚊 安居舒适好家园